天下狂恨几世纪到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林坟湖马飞机场扩建 需要大量沙子 于是便在丁村开辟了一个沙场 在装沙过程中 工人们挖出了巨大的骨骼碎片 以及牙齿、腿骨 这一发现 引起了在场人员的好奇与议论 很快此消息便上报了山西省文管会 山西省文教厅和省文管会 立即派人实地考察 短短几天时间 就收集到一对长达1.1公尺的 原始牛角和两具大象的下颌骨化石 并采集了若干犀牛和马的牙齿 这个发现是很有意思 所以154年 由贾兰博先生任队长 这个队员呢 那很多了 都是我们国家这几个大家 古人类学家 这个 那个什么 彭忠先生 那个周明镇先生也来工作过 吴汝康先生 全是中科院这几个大巨牌的院士 1954年 从丁村考古发掘现场传来喜讯 三枚古人类的右上内侧门尺 悄然出现在考古人员的面前 这一步引人注意的意外发现 却轰动了全球 一时间 中国山西临坟的丁村 成为了世界考古界关注的焦点 周口建 只有一个山灵洞人 一万八千年 你五六十万年 你中间 好 这几十万年干什么去 你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你接不上 中国就确定这个 偏偏建国以后 第一个发现 第一次发掘就是丁村 而且丁村就是这个时候的 正上天上 研究在进一步深注 结论在进一步明确 各种特征表明 生活在坟河岸边的丁村人 距今至少已有十万年左右的生存历史 也就是说 丁村人是介于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之间 正好弥补了二十三万到一三万年间 中国古人类断代创 好古时政向世界宣告 中华大地历史悠久 我们的祖先一脉相承 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在这块土地上 随着挖掘工作的进展 在此遗址还发现了石器两千多件 其中石球可能用作流星锁 是狩猎工具 后酸灵尖撞器 可能是掘土工具 考古学家们经过反复比对论证 由此提出了丁村文化的概念 这一惊天的考古发现 和丁村文化的提出 也有力地驳斥了 曾一度在国际上热造的中国文化 西来论 黄河水长 黄河清真 大环树下 问总寻根 唐风静月 关公顾礼 静商称雄 留下了 中国黄河电视台特别策划 一次走遍山西的南望旅行 山西文化之旅主题月 精彩呈现 三境文化独特魅力 敬请关注 由于发现了丁村人 大量的考古学家来到这个地方 丁村的村茂和民居 又引起了这些科学家的注意 由此 丁村的古建筑群又浮出了水面 专家们被丁村浓郁古朴的建筑群落 所感染 所震撼 他们积极呼吁 终于使这一古村落 形成为今天的丁村民俗博物馆 丁村民居群 县村有完好的院落四十座 时代从明万历二十一年至清末 共分为北院中院南院西北院四大族 其中北院以明代建筑为主 中院以清代雍正乾隆年间的建筑为主 南院以道光 闲峰年间的建筑居多 西北院则为乾隆嘉庆时所住 而在丁村人生活的这片土地上 五千年前一个人的出现 又让这里成为了华夏文明的焦点 这个人就是帝瑶 瑶是帝库的儿子 皇帝的五世孙 是我国原始社会末期的一个古帝王 都城就建在平阳 也就是今天的山西林坟市 1978年 一个举世震惊的考古发掘 让世人看到了一个真实的 摇天顺地时期的盛世景象 这是位于林坟市香坟县的陶寺遗址 是中国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史前最大的城址 这项考古发掘被列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在陶寺遗址的发掘过程中 考古队员发现了规模空前的城址 与之相匹配的王牧 世界最早的观像台 气势辉煌的宫殿 独立的仓储区 官方管理下的手工业区等 有许多专家学者提出 陶寺遗址就是地遥都城所在 是最早的中国 这种大型的宫石这类建筑 宫殿建筑 集中出现 而且成群出现的话 它就是一种标志 它就是标志着这个国家产生 标志着文明形成 黄河水长 黄河青针 大环树下 问祖寻根 唐风静韵 关公顾礼 静商称雄 留下了 在陶寺类型居住址中 发现很多小型防纸群 周围有道路 水井 陶窑 和较密集的灰坑 防纸分地面 半地学士 和窑洞三种 发现了夯土碎块 和刻画几何纹的 白灰墙皮的大型建筑基址 这说明了城市雏形的出现 陶寺墓地各类墓金字塔式的比例关系 应是当时社会结构的反映 早期大中小型墓 在规模和随葬品的有无 多寡 品类 优劣等方面 差别已经十分显著 显示出 氏族成员间的平等关系 已被破坏 会见有别 高下依序的等级制度 已经存在 处在塔尖位置的 大型墓随葬品 丰富精致 墓主应是部落的首领人物 而这说明了王的存在 占墓葬总数将近90%的小型墓 墓室仅能容身 死者身无缠物 应是平民 有城池 有王 有平民 那么国家的形态就出现了 在随葬的陶器中 彩绘盘龙图形的陶盘 是其中最富特征的器物 这是在中原地区所建盘龙图像的最早标本 从出土情况判断 龙盘是一种礼器 龙文则是士族部落的标志 在陶死遗址中所发现的古观像台 它有三道夯土挡土墙 从圆心向外看 有十一个夯土突起排成一道弧形 突起与突起之间的间距在十五到二十厘米之间形成了十道缝隙 姚当时派人利用缝隙之间来观测正东方向的塔尔山日出 根据日月星辰运行规律制定了历法 这就是农历的来历 中国一词的由来 国家的形成 龙的出现 农历的诞生 这些都标志着滑翔文明 自此首开了新纪元 因此林坟也被称为华夏第一都 黄河水长 黄河奇珍 大槐树下 问阻寻根 唐风静韵 关公故里 静商称雄 留下了 中国黄河电视台特别策划 一次走遍山西的南望旅行 山西文化之旅主题乐 精彩成现三境文化独特魅力 敬请关注 陶寺遗址的发现 对于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 和尧顺时代的社会历史 无论怎样说都不为过 后人为了纪念先祖 于西晋时期始建了姚庙 距今有1700年的历史 据史书记载 姚庙原建于冯河西岸 晋元康年迁冯东 唐显庆三年 又牵制今天的地方 在我身后 我们大家看到的 这座主体的大建筑呢 它是整个姚庙景区里面 唯一留下来一座年代 最为久远的一座老的建筑 五凤楼 始建于唐代前锋年间 楼高19.3米 三层12岩 楼底有砖建摇廊三孔 有直通三层角柱十三根 甚为雄为 楼顶直立陶人三十余个 陶师为中 风吹可上下走动 十分美观 据说 姚王常同他的四个大臣 登楼远眺 而当时人们又把他 和他的四位大臣 誉为五凤 并有一凤升天 四奉其名之说 五凤楼之名便由此而来 我身后呢 出立的是我们 姚庙的核心大殿 姚殿 又名广运殿 广运殿 一称姚公 是赵建众臣 共商国事的地方 也是庙内的主体建筑 殿高二十三米 深二十六米 宽四十三米 殿内有通顶立柱 四十二根 柱下十基座 雕刻金系 狮子麒麟 核一许如生 各是花卉 敬斗可言 实为国内罕见 眼前这面谷 直径三点一一米 被称为中华地摇谷 天下第一谷 迄今为止 还没有比它大的谷 谷的两面 均是整张牛皮而住 2000年 被载入吉尼斯世界记录 地摇敢建谷 广开沿路 开张盛厅 纳建除弊 开创了民主理政之先河 置谷于姚庙 就是要弘扬地摇精神 传承文明 灰红正气 我们摄制祖异行 一日中 奔驰百余公里 赶到临奔城东的摇陵时 已尽黄昏 夕阳中 仙帝陵 隐于苍松翠柏之中 多了几分庄严 多了几分肃穆 也多了几分神秘 有悲记 地摇驾崩 万民悲道 临学居土 遂成灵修 唐太宗李世民 曾尽夜摇陵 唐显庆三年 重修辞语 至明清时 设春秋二季 祭祀时节 尤人如知 山谷云集 百亿献祭 香火繁盛 由此看来 摇帝似乎 应安葬在这里 首先 摇建渡于平阳 就是今天的 临坟地狱内 这是他生前 主要活动的地方 其次 有碑为政 历代帝王 均到此祭拜 中国黄河电视台 特别策划 一次走遍山西的南望旅行 山西文化之旅主题乐 精彩呈现 三境文化 独特魅力 敬请关注 临坟 这个临近坟河 而诞生的城市 今天 沿着坟河流域 几乎每走一步 就有一段灿烂的历史 那么当年 在临坟的红铜大槐树下 又曾发生过 怎样的故事 山西为什么被称为禁 我们赞美黄河 我们也赞美坟河 黄河与坟河 都流经临坟 它们都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山西省简称为禁 但三禁又是怎么一回事 中国最早的人口大迁徙 从临坟开始 当年的大槐树 如今还在吗 在临坟境内 黄河虎口瀑布 与乾坤湾 有着什么样迷人的风景 如今 坟河两岸的生态环境 为什么成为了 临坟人心中的骄傲 河虎口瀑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